滑出來了 這個簡報製作是用Plazzy 所以會比較跟Plazzy不一樣 來叫王正義 然後 第一個就是在講說 就是在看這些照片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想 欸我當初為什麼要去爬山這樣子 就在回想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 網路上應該很少有看過 就是網路上就會流傳有一個就是笑話 就是說爬山的人就會都會騙大家 然後就是 就是你如果問那個要下山的人說 快到了你們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快到了 然後本來是99都是騙你們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都會想 當初幹嘛要去爬山 那 那個燈火可以再暗一點 欸 就是想說 我爬山 尤其是那種被重撞爬那種高山的人 就是 想說原因是為了看植物嗎 其實就是 你知道植物長很多地方就是很潮濕 所以就像這種泥土路就是很不好走的樣子 就是其實 不是 不是個很輕鬆的地方 而且如果我們要看植物 其實我們在那個 嬌山也可以看這樣子 而且其實嬌山的植物 植物像更豐富的樣子 更多 那是為了 呼吸分多精麻的樣子 但是 雖然 雖然其實像我們那個 住在都市人 其實偶爾就是上山是 我們是要呼吸一下新天空氣 但是其實呼吸新天空氣 我們可以開車去阿里山用 我們不一定要那個 背重裝用走的去爬高山 這張純欣賞 這張純欣賞 那是為了看動物嗎 這樣子 這一隻是 一隻叫做 青斑蝶的 蝴蝶這樣子 但是因為 旁邊都是綠色 所以它的那個 青色的斑蝶 看的不是很明顯的樣子 對 那 就是如果 爬山 如果行程還比較鬆一點 就是 可能會有時間 可以在西邊 一個 曬太陽 然後睡午覺 這樣子 然後 這個不是很 不是很恐怖的地方 因為我這個照片 其實是排歪的 就是 這邊還有一個人 這不是石頭 對 這是一個在瓦拉米的地方 它是在那個玉山國家公園 從花蓮玉里 上去的那一段 有一段叫瓦拉米這樣子 這是為了 遠離成宵嗎 這樣子 那個 遠離成宵不是 自我打上去的 不是像什麼 吳旺載局 刻上去的 然後呢 這在高山上嗎 真的 那個在 馬來西亞沙巴 那個是 東南亞的第一高峰 比玉山還要高 大概 高100公尺左右 然後他們 走的這個路線 就是非常的 觀光化 高級化 就是 那個 入門者都可以去爬 可是問題是 就非常貴 他們弄到 山上可以有把費吃到飽 這就是那個高山上 3000多宗室的 把費這樣子 然後 居然有熱水澡可以洗 這樣 我爬山從來沒有洗過澡 這樣子 有時候想到 為什麼要爬山 所以他們的食物都要用人杯 所以你的費用就會非常的高 這樣子 就是 爬山有時候一整天 可以走十幾個小時 這樣子 所以有非常多的時間 讓你去思考 我為什麼要上班 還可以思考很多東西 這樣子 然後 而且有時候會想說 就是 山上的其實那個 氣候啊 天氣的變化非常大 這樣 常常中午過後 就是其實 有爬高山人 就知道 其實高山上 中午過後 就很容易變天 那雲就會過來 就是從山的另外一邊 就是一直過 一直過 然後 其實這個還好 這只是寢物而已 對對對 然後 常常遇到就是 就是下雨這樣 就是在山下 天氣預報 不管是晴天還是雲天 到山上都非常容易掉下 所以那個 山上的天氣 就是變化非常大 而且 因為高山嘛 他以前都學過就是 高度越高 溫度就越低這樣 這個是在那個 叫齊萊珠北的地方 就是 齊萊山 他有 祖峰 北峰 南峰等等 然後這是一個 行程叫齊萊珠北 那 他的 我是四 那時候是五月去的 對 然後 現在才各 也是0到8度 就是很冷 就跟那個 示範一樣 而且 這個是去嘉明湖的路上 這個是四月去的 可是 就是 這個應該是算下霜 還沒有到下雪 就是 氣溫都可以到0度左右 像如果這兩天 有去爬山的人 可能就會遇到下雪 可能還要帶冰狀 然後 山上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什麼東西都要揹上去 然後山屋也是 誒 就是蠻 客難蠻簡陋 這個是一個叫成功山屋 也是齊萊珠北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高級的 就是之前有發生過山難 然後他們就幾隻 弄一個比較好的山屋 這已經是 看起來雖然 呃 髒髒的 但是其實它已經是很高級的山屋了 像這個是比較早以前的 這個是黑水堂山屋 就是 看起來就像一個宮廟而已 那這個也已經不錯 因為它可以遮宮壁 像這種地方什麼都沒有 就是要揹帳 就真的非常的辛苦 這樣子 那個一個六人帳 就是可以睡五個人 但是它是叫六人帳 因為它那個都要很擠 這樣子 這樣子大概就要拆成三個人去揹 否則就非常的重 這樣子 所以爬重莊 大概一個人都要揹十幾公斤以上 看你的天樹 不過這個 這個地方是 那個 大家特別去上去露營 這是小溪營地 就是它其實是 比較輕鬆的行程 這是在和歡北風 高山露營這樣 然後呢 你的 吃的東西 還有你要煮的東西 全部都自己帶 所以包括瓦斯 上面這個高山瓦斯 然後還有那個叫做爐頭 這樣子 就是登山人的術語 就是爐頭 然後 鋼杯 還有那個套鍋 食物 全部都要自己帶 對 所以 就是 這麼辛苦 這樣子 然後還有可能會遇到那個 很恐怖的生物 這樣子 這個叫做硬皮 嗯 它是 如果你被它咬到的話 它整隻頭 整個頭會轉到你的皮膚 要去吸你的血 這樣子 然後 而且它會傳染一個叫做藍牧病的 這個病 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即時發現去治療是 還 還好 你的唇膜率都很高了 就 沒有 沒有 那個 那個 醫生都會用唇膜率去講 這樣子 我很幸運就是 我拍得到 我遇到它拍到照片 但是我沒有被咬到這樣子 然後 所以 就是 還是不要爬回去 這個 這個是 就是 封壁 就是 那個 就是 土都整個滑下來 然後沒有這個食物在上面 其實這段還好 已經被產出一條平的路 就是 你在想 假設我要從這邊 從這裡過去的話 一走一步 你可能會滑一點 走一步就滑一點 這樣子 就是 對有些人來說 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在 白窟大山 就是 我剛剛講都是 都是 都是百月的 就是台灣有 兩百多座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峰 然後 以前的山友 就選了一百座 就是 交落百月 這個 這個也是神山 欸 對 就是 有居高震人 然後看到這個就覺得 喔 非常的恐怖這樣 不過還好這個 因為是在晴天 所以這個 石頭都 踩起來都很安全的 這樣子 如果下雨天 可能又非常的困難 不過這個也是因為 照相技術的關鍵 實際上 我在上面的話 沒有這麼 看起來 照片看起來這麼恐怖 但是 確實是往下 沒錯 一直走走走走走 往下 看起來 因為剛剛那個石頭山是在國外 台灣山都是像土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區域山 我今年九月的時候 我抽到區域山 就是好不容易爬到那個 人線 林線 就是最上面那一條 這樣子 然後其實這也 這裡也被看到森林線 就以前那個 以前學校有教森林線 就是好多東西到最後一段了 已經可以看到山頭了 但是其實 現在要跟你講一個不幸的消息 就是 有一個名詞叫假山頭 就是 你看到那個山頭 你爬到那邊的時候 還發現後面還有一個更高的 只是被擋住了 你沒看到 所以那個叫假山頭 對對對 就會 然後就會一直走 到底要第幾個才是 這邊的山頭 山頂 這個是叫 甘酌萬山 就是那個 以前物色事件 有那個 什麼 什麼 甘酌萬群 就是那個地方 就是 中部那個地方 然後呢 然後就跟你說 下山人跟你說 快到了 對對對 然後問他說 大概還有多久 大概說五分鐘 那你爬了半個小時 其實還可以到 這樣 常常都會被騙 然後 跑功力終於 爬到山頂了 這樣子 然後就是 為了拍一張這樣的照片 就是 其實 你真的爬到這個上面 因為山上非常冷 而你都是為了那個登頂 要看日出 所以都是 那個 凌晨的時候 半夜去爬爬那邊等日出 所以有點像是非常高的山 然後旁邊 那種 零線上面風非常大 所以其實很冷 你根本沒有 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 我沒有說什麼很帥帥的照片 就全身包緊緊這樣子 然後 那既然到了山上 那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有展望 就是可以看很遠 這樣 可以認一下山頭 什麼 著名的什麼 南湖大山 然後還有台灣一個很特別形狀的山 叫中央尖山 真的有山師長的尖尖人 就叫中央尖山 結果我抬頭一看 欸 到底是哪一座 其實看不太出來 當然那個 就是你有做準備 然後你爬多一點的話 就是這個 就會像是 你就會認很清楚 像我這個還蠻初期的 就是其實 都不知道是哪一座這樣 這個荷環北宮 其實 一天就可以 來回就可以了 然後 這邊一看 也是認不出來的 這樣子 其實這個還算好的 你常常上去之後 就是 完全沒有展望 全部都是白雲 一座山都看不到這樣子 就 就是趕快拍個燈子照 然後就下去了 當然還是有好 就是 遇到天氣好的時候 可以看到日出這樣 就剛剛講那個 河環北宮那個 小溪營地這樣 對 所以 有些人上山 可能也是為了要拍美景 他們甚至會帶單眼 然後比較 比較撞騰 還會帶腳架上去 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 是下來了 呃 看不到 白褲大山 那種 不一樣黑的 就是 不要讓大家覺得 就是 美好的照片 這樣 當然就是爬高山才能看到 原海這樣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可遇不可求 不一定都會遇得到 終於要下山了 然後就 說回首一下 來遲路 這樣 這邊 這都很多人 其實那個 連續假日去爬山都很多人 這樣子 對 像剛剛那個小溪營地 那個就是算 很多人的狀況 這樣子 有時候回去 回去 就是 回首一下來遲路 然後 然後 下山的時候繼續想 欸 我當初為什麼要上來 那 就是 因為有人說不要急著找答案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也還沒有找到答案 那 要怎麼找到答案呢 就是 再去爬下一座山 對 今天 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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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 在台灣 你爬的山 哪一個是最好的 你覺得 要不然 其實 其實 我爬過的經驗 都還蠻初級的 都只有三天以內的 對對對 像那個 像那種南谷大山 就要四天五天 那一種 然後還有什麼 重走呢 就是這種 就是非常冷的 就是那種 很多人很厲害 然後是爬山一直 就像跑馬上 跑馬上一樣 就是很多人就一直 往自己的 就是不斷突破極限的樣子 那種重走 就可以走 走一個月以上 那種就是 那個還要補習 重 重走就是 就是 你不是上去一座山就下來 重走就是 一直撿好幾個山 然後中央山脈 或是南二段 就是重走 就是 你待在上面八天十天 然後那個林線 就是一直走下去 就是 去接很多山頭 所以這樣那個叫我重走 我爬的 像我剛剛那幾個山 就是乾卓萬 跟百股大山都蠻 不簡單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們回來就叫 叫那個山叫乾九萬 白股九山 就都很累 對對對 綠山是比較簡單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想要去 就是留個面 為了拍那張照 然後就去 其實大家也有機會 也可以去報名 只是抽籤不容易 對 對 對 怎麼會對爬山有幾次這樣的熱情 因為爬山地圖沒有那麼輕鬆 很像是沒有自己的樣子有實現 嗯 其實我們 當初我們這環 就是在爬山的話 我們不像登山社就是他們的公頂 然後就是跑累累的 就一直走這樣 然後回來問他就是 你這一次的那個 那個經驗就是 你看到什麼 然後他說 我看到前面一個人的企業職 就是這樣子 我們正常比較走就是 因為我們是自然保育社隊去看 動物看植物 就是 如果沒有公頂 因為我們也很弱 如果沒有公頂 那就帥了 沒關係 就是每個人的目的不一樣 所以我也還在 就是 可能當初是因為喜歡自然 然後會去接觸 因為山上就是 會有很多大自然的東西這樣子 當然海邊也有 那 我問一下問說 大潘 一般人的戰多 所以我們想要 高山症或是 負重犯 會做什麼樣去 其實就是慢跑 高山症比較 沒有辦法去用客服的 對不對 他的原因 還是很不明這樣子 然後也不是 同一個人都會遇到 或是怎麼樣 對 但是 就是 那但是如果是挺人的話 就是一定可以練 就是 就是去 簡單講就是慢跑 那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那你會不會 建議做的 有些講的 心結管 心結管 你這要問醫生的 我也不知道 這會問 這會問 如果就是從拍照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 爬過的山牌比較適合去拍照 然後 新手也可以比較好買 除了像玉山以外 因為這個就是有那個 那個 商業的路線 就是 就是你也不用 背帳篷 然後吃的你也不太用背 都只要背自己的衣服 一些背的用品而已 所以 像這種就是 比較輕鬆 然後 像騎來男也是蠻簡單的 騎來豬哥也比較難 但是騎來男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 很多人是想去爬嘉明湖 因為嘉明湖很漂亮 但是問題是 嘉明湖 比較累 對對對 所以 嘉明湖不建議第一次 雖然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第一次就衝嘉明湖 但是 他比較不是那麼簡單 跟玉山比起來 但其實玉山他是 雖然台灣最高 但是他其實很困難 不是看高度的 困難度跟高度 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